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五经 前面都是一样的 后面讲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也是道理是一样 佛根比丘讲地听地听 善师念之 当未浓缩 这个略说法要 解锁戏法 移速断除 前面是非奴所应之法 移速断除 这个解锁戏法 移速断除 断笔法语 以义劳语 长夜安乐 这个比丘就跟佛讲 我知道了 世尊 佛就跟比丘讲 那你知道了些什么 说来天黑 比丘就跟佛讲 世尊设事解锁戏法 是解锁戏法 移速断除 断笔法语 以义劳语 长夜安乐 你不能只看到色 你要看到色受想行事 其实就是五蕴 不管你是对五色的直取 五蕴中的设法 认为色是我 认为受是我 认为想是我 认为行是我 认为事是我 那么因为你觉得色是我 你就会执着这个色 就与这个色生起爱染 你觉得这个受是我 你就会执着这个受 与这个受生起爱染 所谓的生起爱染 比如说你执着这个受 你就会对这个受非常在意 你执着这个受 你就很在意你的受 就是说你感受有一点点不对 你就起烦恼 那么这种印象非常不好 你就非常起烦恼了 类似像这样 其实不外乎是你的身心 好 那如是受想行事 是解所系法 是解所系法 既然是解所系 解就是烦恼了 有种种的烦恼 我们说过后来 这个佛陀在说到烦恼这一部分 也用了很多比喻 世间的比喻 我们说解 戏 瀑流 恶 恶就是一个车 一个恶业的恶 那毒 这些种种 三毒 九结 讲到解 我们把结写一下好了 那一般来讲 这个解 后来的论诗 讲到这个解 我们就瀑流 这个欲 油 结 毒 恶 种种 那一般来讲 结就是打结 就是绑住了 那基本上有所谓的九结 如果依后来的这些论诗 这论诗后来就 论诗所做的东西就是 在佛说的法上广解其义 所以叫做论 那有时候论又简单一点 叫做略论 所以有略论 广论 有论译 那论译其实基本上就是 对于佛所说的法 包括法跟律 那么做广解其义的 这一种 这个步骤 所以后来本来经跟律都有论 那后来就偏向于经 律也有论 但是律的论比较少 因为经越来越多 那律就是那么多 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那这个经的道理也比较广 所以后来非常多的论 甚至论比经还多 因为一个经就可以有很多论 一卷经可以有十卷论 类似像这样 论里面基本上 做的就是广解其义 所以后来就分析归纳 整理解释 就这一些 那我们说过 主要有三种论 那这个贯通的 这个是昆论 那这个大宗纲要的 明了大宗纲要的 这个是摩丹里加 这个详解 这分别的 种相别相 这一些 这个是阿比达蒙 那这种就是有不同的论 好 那还有所谓的 我们说一经解释的 这个叫 这是四经论 解释经的论 比如大致论 解释摩和波罗密经 与解释地论的 这个 这个某部分 解释杂阿罕经 类似像这样 解释这个经的 也有中经论 就是把所有佛法的道理 用一个论说出来 比如像巨舍论 它没有具体在解释哪一本论 那发制论 解释发制论 都是大笔佛三 以论来解论 也有的 这种很多 那这种解释就是广解棋义 那广解棋义 后来就是 比较 比较发达了一点 那这个解 布派里面讲到这个解 爱会慢无名 基本上是 爱会慢无名 其实它就是把烦恼分裂 做不同程度的分裂 像众生也分很多类 四生 九有 二十五有 三有 就很多种分裂 最简单的分裂就是三有 欲界 色界 欲有 色有 无色有 然后再详细一点 就九有 再详细一点 二十五有 反正就分很多种 那这个烦恼也是一样 那我们说烦恼最根本的就两个而已 最根本的就是两个 叫做 叫做我贱跟我爱 或是叫贱祸跟失祸 或叫做无名跟贪爱 就这样 那再多一点 把贪爱细分 贪跟撑 那贪又细分 欲贪色贪无色贪 反正就是这样 就这样一起分 然后就分很多了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好 那这个是就不同 爱会慢无名 另外有所谓的贱取瑜 贱取瑜 那有所谓的祭跟谦 祭度跟谦恨 祭跟谦令 谦 那这个叫做九节 那九节有时候叫 也是九夫 戏服的夫 好 那这个是 后来对烦恼 的所谓的结的一种 一种归类 那时候他说 解锁戏法 疑速断除 好 那什么是解锁戏法呢 他说 这个色受想行事 是解锁戏法 那讲开来 就是我贱我爱 对啊 束缚我们 让我们不得解脱的 你被绑住 跟没有被绑住 没有被绑住的状态 叫做解脱 解开那个结 那脱离那种苦 那一般是这样 就是你把结解开了 那所以叫做解脱 解结 那现在我们的解结 并种在解冤结 这是说 现在流行怎么呢 流行 比如说送药师经 送地藏经 然后打一个结 每一个人打一个结 然后你送完经 你自己去打结 那条结的上面 写你的 写伤害你的人 或你伤害的人 我们把它叫做冤亲在主 其实冤亲在主 是冤亲在主 对你有恩的 对你有仇的 就是曾经伤害你的 被你伤害的 然后欠债的 还债的 这是你曾经帮助过他的 他曾经帮助过你的 其实最主要是这四类人 四类人会影响我们比较深 其他跟我们关系不深的人 对我们影响都不深 就是你怎么样 我不管你就好了 像外面的苍蝇 你再怎么多 我们关起来就好了 随你要去哪里 哪里那随你 蜜蜂 苍蝇 都不管他 但是你在房子里面的蚊子 那你就不能不管他 就是说跟你比较有关系的 那这不外乎会影响我们的 不外乎就是 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被我们所伤害的人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被我们所帮助的人 大概这几类我们会在意 挂爱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冤亲在主 英光大师说是 报恩的 报仇的 讨债的 还债的 那这一定会受我 我们一定会受他影响 我们一定会受他影响 那影响就会不得之战 那么这一些 我说现在大概流行就是 说完经之后 然后你在那个结上面写 比如说我的谁 然后就把那 就打一个结 说完经之后就把那个结打开了 那就是象征说 你跟他结掉 冤结结掉 以后他不会伤害我 我也不会伤害他 只有他帮助我 我帮助他 没有他伤害我 我伤害他这件事 没有 没有他恨我 我恨他 不会 我从此不再恨他了 然后不知道他恨不恨我 但是我现在把结打开了 不知道他恨不恨我 我决定不恨他 不知道他未来 伤不伤害我 我决定不伤害他 类似像这样 他是有这种意义 后来我看很多道长都习惯 就在那边绑了很多结 有没有 然后送还经就去把你自己的 那个是你绑的嘛 所以你要把它结掉 大家都结得很欢喜 但实际上 实际上它是象征意义 但是你自己要去想 那个结在哪里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结说戏法 那个结是打在哪里 为什么会打这个结 那怎么结 你们有办过这个晚会吗 有吗 有 那你们那个结是打在哪里 道场那个有一条绳子吗 有吗 有啊 大殿现在有吗 没有啊 那每一个人的结是自己去打的吗 还是你打好了 那每一个人来解开的 你们已经打好了 让它来解开的是吗 那你们有参加过解开解 那个是什么 什么心态 解开解感觉到很轻松吗 有没有 有吗 在解解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解锁戏法 因为我看见很多道长都这样做 我觉得也跟船灯一样 其实也有意义 但是你要知道它到底这个解是代表的是什么 那我们通常都是只是一种寄望 寄望 希望能够打开 但是我们又有一点觉得 我们自己是打不开的 一定要菩萨帮我们打开 我们多多少少会这样 就是说我们自己可能打不开 那可能要借由佛菩萨这个力量 帮我们打开 那其实重点 解锁还是续言言 就是说你要去思维 你要去思维 那个结是打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 如果不管是曾经伤害我 我伤害过他 那么或是我很想帮助他 但是我帮不了他 或是我对应该帮助他 没帮助他 我感到很愧疚 反正这个都叫做结 我们叫做心结 那每一个人通常都是心有千千结 都会有 从小到大都会有 过去的 那么你想做没做到的 那么你应该做你没做的 你不应该做你做的 你做的 这些都会在心中形成一个一个的解 那这个其实讲粗了一点 就是解锁细法 那细一点当然就是 来自于你的我见我爱 但是这个细的一般 我们都推不到那边去 都暂时 你很难解开 对色受想形式的执着 比较难解开 但是你要解开 对色受想形式的执着 必须先解开 因色受想形式而产生的执着 就是你对色受想形式的执着 跟因为 因为我在意什么 我在意这种感受 我在意这样的 我过去有这样的印象 那么这种 这种一开 这个是根本 这个比较不容易 你要先把外面那些清掉 就是外面那些障碍物清掉 你才能够进来清里面的障碍物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外面很障碍 你没有先清掉 你进不来 所以一样 那个结 那外面的结 比较粗的结 要先结掉 那这粗的结 通常我们就叫做 冤亲在主 你没有伤害你妈妈 但是你一直以为 你一直 你一直有一个结 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孝顺你妈妈 那么这也是一个结 就是他在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能回去帮忙他 结果他死了 新秋新秋就有一个结 你虽然没有伤害他 但是你是有愧疚的 类似像这样 然后他生病的时候 他曾经怎样的时候 我没有怎样 类似像这样 你应该要做的你没做 你没有做的你做的 那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都会对我们 就打一个结在这里 那这个结会一直影响你 会让你隐隐作痛 那时不时的 就丢起来疼 那么这种 这种其实他会有障碍 尤其会在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或是你要用功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 比如说你念佛念得很欢喜 忽然之间 你的妈妈的影像起来 这个时候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他就会陷入那个幽灰 他就是结啊 打结了 进不过去 通不过去 慧露不通 那个思路不通 就这样 真的 所以你平常要把这些结 结掉 那就是 就是 有时候要 其实要 真的要结 还是要靠思维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想一想 这个结是打在哪里 怎么打这个结的 那你怎么打这个结 一样嘛 每一个人绑结的方式不一样 其实要每一个人来绑 绑一绑 因为他怎么绑 他只有他蓝结 他要绑什么结 什么结 跌结什么结 谁能绑的 但是 你怎么绑的 你就知道怎么结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是怎么样 你是怎么样打这个结的 你要去想 有应有缘事先挤嘛 你是怎么打这个结 从哪里打的 那么你要就从哪里结 别人打的结 我们不一定会结 但是有些也可以观察就知道 但是自己打的结 自己知道嘛 那么所以你要 基本上解锁系吧 这里是讲到根本 是无韵 那讲到再细一点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哪里呢 六路处 六路处一百 我看一下 六路处一百九十八经 稍微看一下 这里因为五韵是比较根本的说法 那六路就比较细一点的说法 第几页 六路处送 路处相应 一百九十八经 第几页 六路处送 一百九十八 我看在哪里 六路处送 一百九十八经 四六九 哪里 还没找到 一百九十八六路处 二一八 一百七十而已 一百七十二月 我看一下 是吗 不是 那个六路处送 一百九十八经 它是杂罕三七六经 它是黑牛 黑牛西白牛那一经 二百一十一 二百一十一 黑牛西白牛 二百一十一 我们看一下 一百九十八经 前面那个经书是导师重新编排过的 后面那个是原来阿罕的 二五灵经 这里也是讲到 到底是谁绑住谁 那什么绑住什么 那这里讲的就是 言耳鼻舌生意 戏这个色身香味触法 好 它讲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不是不是要讲这个 我们要看下面的解释 我们先看上面的好 他说 这个经文最后第三行 一说 尊者摩托 尊者摩托居之龙 那我们想到过去 我们应该做什么没有做 想到过去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做了 好 那个是异对法 这个部分我们答的解比较深 过去那么异对法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未来 怎样怎样怎样 那个是对未来的 但是我们的心大部分都在过去的时候 那我们会想到过去怎样怎样怎样 那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说过 我们不应该做的做了 我们应该做的没有做 那就打一个解在那里 或是谁不应该对我们做什么 他就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但是别人对我们的 我们也会打一个解在这里 有一个伤痕 或是有一个硬痕在那里 那那个就变成我们过不去的坎 那这个就是异对法 那问题是 这个你在这个境界上起执着了 你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还一直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看那个夫解脱 就是有结 那么可以把这个结解掉 结这个结 下面的预解释的解释 他说 于内外处若有玉滩境界现前或不现前 他只是指玉滩或是指嗔恨或是指悔恨或是指嫉妒 不管什么烦恼都一样 就只有这种结嘛 那不管是什么烦恼它就是一个结 那如果有我们不要讲玉滩 玉滩只是形容词 玉滩是根本的 就是如果有烦恨现前或不现前 那而其诸根不能弃舍 故名为父 不能弃舍就是 你没有办法不执着 或是你没有办法不想 你一直认为这样 一直在意 就好像 那么你曾经 那么伤害了某一个人 那么你一直愧疚 一直愧疚 一直愧疚 那忏悔后基本上就好 你不要再做就好 但是你会一直觉得愧疚 你有时候有人会觉得 我断忍善根 断自己法身毁命 我之前遇到一个句子 他就这么讲 他对于 他曾经去道场 那么在道场里面 跟一个法师 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经验 那么后来就有一些法师 就喝着他 说你破合合身 你坏人坏耀生毁命 你自己也断自己的善根 他听了就很紧张 然后一直这样讲 一直这样讲 那个法师说 那个破合合身 断人善根 坏耀生毁命 我这辈子没救了 我这辈子没救了 后来就得忧疑症 那么这种其实 它就是一个解 那么这种解 这种解有时候会在 就是你内心上 越解越深 今天打一个解 明天打一个解 然后就打到 自己都解不开 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不管你 不管你应该做的 没有做 或是你不应该做的 你做了 过去都过去了 它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 你只能够 未来你怎么做 以前我去新竹监狱的时候 那个时候新竹监狱 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还有那个少年监狱 现在没有了 少年监狱里面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进少年监狱的时候 不是我进去的 我进去辅导他们 那个年轻人 这小孩子 不知道有没有十二岁 我就问他 他其实有一点 小孩子其实都还蛮善良的 但是有时候 就是可能有一些境界 他让他忤逆 让他叛逆 我就问他 那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他说 他叫他旁边邻居 因为那个就是少年 他是保护管束 他说他邻居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对他不好 然后他很生气 就放佛把他的房子烧了 那个老太太 还好没有被烧死 但是他的房子就烧了 然后他就被抓进来了 后来他也很后悔 他很后悔 我们进去有时候讲 一些因果的道理 他也很害怕 他说那怎么办 我会不会下地狱 他很紧张 他说那我怎么办 我说这样 你做了都已经做了 那你现在 就是你在这样 你也被接受惩罚了 你与其一直后悔 一直害怕 没有意义 你害怕会下地狱 那你一直后悔 你已经做过的 你再怎么后悔 他也不能改变 对不对 那你与其害怕的 等着下地狱 你倒不如改变 那怎么改变 很简单嘛 你发愿 你不是烧了别人房子吗 你以后发愿 努力工作 专门照顾那些 没有房子住的人 特别是老人 那不就好了 是不是 那这样 因为你曾经有这样 所以你这样 你这样就 你不但不会下地狱 你还会上天堂 对不对 那你只要这样想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一直在那边担心 糟糕 我已经 害了那个老人没得住 那个老人现在不知道好不好 那我以后不会下地狱 那我以后不会下地狱 你以其用这种心在那边穷担心 不如你好好发愿 因为我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所以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来做这样来弥补 这样就好 这样反而是你的动力 其实 他就欢喜了 他就觉得 他有个目标 但我不晓得他以后怎么样 不晓得 但其实我们也一样 我们以其一直在那边 我过去做过什么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倒不如说 我在这部分有缺陷 就好像我们身体 我缺维他命C 我不就是努力去吃维他命C 苹果里面有维他命C 柳橙维他命C 我去吃就好 我眼睛缺少叶黄素 我不是多买一些玉米吃 我缺少红萝卜素 我不是多吃一些红萝卜 就这样就好了 你干嘛那边担心 糟糕 我缺这个 我缺那个 你就去补足就好了嘛 很简单嘛 所以那个心 他现在就解开了嘛 你不用一直在那边 只在那边打结 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那诸根不能弃舍嘛 你不能不直取嘛 你就一直在那里 陷在那个境界里面嘛 他像一个泥坑嘛 爬不出来 所以顾名为夫被绑住了 假设 你不再去执着他 没有这个浴滩 设有境界阵线在前 诸根与比善人气舍 旷步现前 就算现出那个像的 你也不害怕 你也不执着 我知道我做错过 我知道 他知道啊 但心想起来嘛 异对法嘛 心想起来 我知道我曾经做过这样 就是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才这样做 我才努力这样做 那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有因有缘事 坚弃 但是 我不让他 不让这个二月成熟就好 就算他成熟 要受报 那就受报 也没关系 我就努力做 我应该做的 这样就好了 所以不要一直在 为过去在那边奥悔 因为曾经做过 不应该做的事 那么应该做的没有做 在那边奥悔 没有意义 那他就像一个解 一直打住 我们就一直 因为这样 没有力量 那其实 这个就是解决 要把它解开 好 那 我们今天早上 先讲到这里